听我讲 看我平时帮客户看风水时是怎样摆床位的 我们的床位必须要摆在房子里气场最稳定的地方 但是在找出气场最稳定的位置之前 我们先要了解什么位置我们要避开 我们的房门是房间的那气口 所以呢气场在门口是最不稳定的 因为当你一开门气就会冲进房间 所以你的床位就要避免摆在门口的前面 比如说这个位置在门前 或者是这个位置也是不理想的 在风水上我们称之为门冲 还有一些案例我看过的 因为有些人他要向着他的个人急方 他的床头摆放在墙角这边 这样也是非常不理想 长期来说会带来头痛的问题 也会有很多小人的问题 在风水上这个也叫做剪刀杀 因为你可以看到后面的墙壁形成了剪刀 对着床头 还有一个床头必须要避开的地方呢 就是厕所 如果你的床后是厕所的话 就会造成健康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避开这些这样子的摆位哦 那么房间气场最稳定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就是在我们房门的45度对角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床位这样的摆 或者是这样的摆也是可以 前提是你的床头必须要有石墙 如果这个位置是窗口的话呢 那么就不理想了 因为没有石墙靠的话 就睡得不安稳 得不到贵人的帮助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位置才是最适合的 同学们 你学会了吗 嗨 我是为你提供风水知识的勇为 让你的生活越来越顺 越来越好 想要了解更多睡房风水的知识 可以到我之前这一部影片看看 影片里也有提到 怎样的摆位是最理想的哦 快在下面留言 然后把你的房间平面图发给我 我会挑选几个 在下一集影片 教你怎么摆你的床位 谢谢大家